很多游游抗拒把狗狗放在床车里面睡觉 但是他现在还太小了 他还怕人 还怕环境 而且他的狗还没到 现在把他放在外面一个人睡不靠谱的 现在他还什么都不懂 只要让他什么都不怕了之后再放在外面睡觉 我以为昨天是在这里 这个是吓得大眼睛 吃死了 吃饭了 现在都好忙 白天要遛狗 晚上要逗狗 剪视频的感觉没有时间了 你把饭先干了好不好 开始吃了啊 前面不知道是什么 尝一口就开始吃了 就每天吃任何东西他都要先尝一口 我试什么才吃 我算收拾好了 所有东西都见的是泥沙 所有东西只能冲刷 冲刷一遍 虽然现在这个纸箱子他很喜欢睡很有安全感 但是你晚上把他一个人丢到外面的话 他也不敢出来 一有人经过的话他就吓得半死 毕竟不是密闭的空间 要是跟我又不亲 然后又害怕 每天不是叫就是想跑 那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呢 我希望我养的狗狗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所以先让他跟我睡吧 睡得他三个月大 对什么都能吃 然后胆子也大了 什么都不怕了 再自己睡吧 他刚才跳车了 吓死我了 今天让他第一天上观景台 他特别好奇 手脑袋一直往外面凑凑凑凑 我手脑袋短了 我手脑袋短了 他掉下来 狗还没落地 狗腿还没落地 然后脖子挂住了 我赶紧停下来 怕着他俩妈掌 他现在还小 什么都不懂 第一次出废墟 在外面又好奇又害怕 有什么都不懂 他肯定可能连这些车 能把他压死他都不懂 所以我现在 什么都要特别小心啊 然后现在给他绳积很短 现在给他绳积很短 我让他跳车龙都难跳 不过刚才那一下 他自己应该吓到了 应该不敢再跳了 平时长车 二三十厘米的高度 他都不敢往下跳去 怎么 这么高的地方 他竟然往下跳 有可能是想钻出箱子看外面 结果车子一晃跳出去了 真的是 吓他一次 吓他一次以后就知道了 买了一百块钱的轴承 二零六的也还有 然后背了两个二零四的 然后买了四个二零二的 因为现在轮胎用的是二零二的 我觉得这个轮胎的质量肯定是港港的 全是品牌的 但是担心它的轴承 怕到时候还是不耐用 尤其过冬 对 整个穿过二十九 所以背了四个 靠谱一点 这个小的二零二二十块钱一个 刚才有个地方修路 然后又绕了一带圈 把自己给绕迷糊了 看到一个电焊的 都已经开始准备让他帮我焊了 他直接开口八十块 我说 你怎么好意思的 我上次一次十块一次二十块 你直接开八十 他说 我说不焊了 然后车车车又走了 找个安静的地方停车 然后找个地方洗澡 拉贡大道 这壳好像是尿尿了 好像是没憋住 那窝里面没事 然后才知道 他还想搬出来尿尿 刚才搬车子 不会是想出来拉把吧 尿尿吧 还行啊 还是知道一个 知道爱干净的小家伙 哎呀 没憋住 行啊 车放这儿充电 我们去找洗澡的地方去了 得抱着 得带过去 在公园 再带他跑会儿玩会儿 不然他不敢下地啊 大马路上的地 他不敢下 跑到公园 那头 那头有一些人躺那边 拔腿就跑 坚决过那边去了 还是怕人怕路 拔腿就跑 这个全都要湿了 给他晒一会儿 再多尿以为他自己的味道 给他喂两根牛肉棒 然后我去洗澡 对 然后让他睡会儿 好了 洗完澡顺道买了点菜哦 不要买太多 因为城镇路上多 赶紧回去 换狗子 那个了 急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直在车里面叫的 反正我一离开一会儿 他就会叫 那看样子是叫过半天呢 是吧 回来的时候反而没叫 你看箱子都被他给蒸那个了 应该在 在屋子里面蒸长了半天的 是不是走一会儿都不行啊 总算出了成交啊 我去市区里面路还好 昨日市区里面没有货车 没有什么货车 但是成交全不是大车跟十字路口 这样路上车也多呀 所以走的也不是很轻松 可能到日卡泽之前 这路上的车都不会少 今天呢也没打算走太久 等一下要找个环境好点 车手挥手 然后安静一点的地方 走点扎营吧 本来想在这列当乡的公安局这边 他有停收位啊 他有停收位 但是这边的车真的是太丑了 这边车子车子太多了 然后准备去在巷子里面啊 稍微远一点 远一点他也安静一点 我也安静一点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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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很瘸的 为了做它能吃的 我特意做这种细的 但是 哎哟 放了一下它粘了还是有点 为了做它能吃的 为了做它能吃的 可以用那种水滴 水滴给它续的 续的 续的 然后放到配菜也全是它能吃的 等一下调料 没放调料的时候 先给它搞出来 然后我再放调料进去吃 然后我再放调料进去吃 谁让它吃不了呢 谁让它吃不了呢 就叫换了 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哎哟 哎呀 好凶啊 好凶啊 哎呀小鸭嗑不到啊 嗑不到 哎呀 要把它的活力给消耗掉 等一下就好睡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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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它是傻狗 它只是小啊 只是小啊 还什么都不懂 不是傻 该凶就凶 该来就来 哦 嗯 对吧 只是小啊 人家还什么都不懂 嗯 什么都是出来第一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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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点盐巴哦 加一点点盐巴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蛋黄里面 一点味道都没有 真的蒸的蛋黄 它一点都不爱吃 哎 不是很饿的 它也不吃 所以加一点点盐巴 因为给它吃哦 全部都切碎的 因为它小狗它 不嚼 它只吞咽 直接吞的 所以全部都给它弄成小的 嗯 你的 不要搞翻了啊 正好快吃你的宵夜了 我的就是比你的多了生抽哦 我的蛋白跟生抽 啊 啊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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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黄 青菜 烫 烫 还是下午吃牛肉条吃多了 分 分两顿三顿吃哦 它这一碗根本就吃不完 它饭量很小 它现在活力太旺盛了 所以让它消化消耗一会儿 再去床上里面睡觉 活力旺盛 你说你搞那么脏 怎么让你上床啊 按一下 就你用毛巾 看 职位 我们先擦一下 擦一下它 擦一下 拿上手 快 擦一下 再上手 擦掉皮 今天拿那么烤得活你呀 下午睡太饱了吗 擦一下 这已经离拆架不远了 我感觉我养住了一个很皮的狗子 超级皮的狗子 这钱不是那么温顺吗 你是不是欺骗我 骗我呀 反正给我擦干净点上床 不能打了一天的滚 又去床上滚的 对不对 进去你 进去你 玩味呢就开始干活 干了三分之一差不多 等它再睡一觉起来 一会儿又饿了 反正一盆半它能干两三阵 我们一开它就跟我说它要出去 哦 一看一眼门 再看一眼门就代表它要出去 我的刚醒 你的刚醒 嗯 嗯